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實證生效姓名企業家部分 第八位 這位也是大陸的富豪 2018年排名在楊慧元下面 資產191億美金 這是什麼概念呢? 上千億人民幣 那台幣的話算起來 各位知道這個不對 五六千億 那麼這麼大的資產規模 我相信這個人絕對是一個好命 那我現在講過 有好命絕對搭配就是好命 只要是原始姓名一定是成等好 我是研究八字跟身高姓名 我竟然會把它做個比對 八字格特別好的姓名也絕對都非常的好 沒有一個例文 那不想我們今天就來研究一下 這位叫做何享健 美帝集團的創辦人 這個你要念美德集團的 我相信也應該是可以了 反正這個兩兩國念法 不管怎麼樣就是他企業中的成功 那他是任五年出生的 蘇瑪 蘇瑪 那我們研究一下 他名字為什麼會什麼 這個和啊 你這點稍微查一下 這個很清楚 和就是古代西域的一個國家 和國和國 西域喔各位知道 古代西域的話 航幹面飛非常廣喔 絕對不是新疆 新疆在過去那邊都整個是西域 那各位知道西域 我們一想到這個西域呢 就會想到 漢武帝的時候 有一個叫張謙不是嗎 張謙初始西域 那麼他回來的時候 他有寫了很多的這個 有關於他去的所見所聞 那麼他裡面就有寫一句話 他說西域多善馬 馬漢血 西域多善馬 馬漢血 那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在稱的這個 什麼樣 漢血寶馬不是嗎 現在各位知道西域 目前一個國家叫土顧曼 那個就是產漢血寶馬 他那個一隻寶馬 這個上千萬 非常非常的貴 漢血寶馬呢 是怎麼樣 他是最好的藏馬 古時候大家都知道最好的藏馬 這是送皇帝用的 所以呢基本上 等於是這個馬 出生在西域這個國家 那不是生對地方嗎 我現在也不斷地在講過 如果說你的生肖 跟你的姓名 你的系和其他的姓 有塑祖的因素 所謂塑祖就是說 你這個祖先好像就在加持你 就像我上次講過郭台銘 郭台銘生在那個國國 那本身就是個老虎的國家嘛 那等於是馬生在和這個西域國家 他就是漢血寶馬 這不是最好的馬嗎 第一個定義就對了 第二個 河我們也就指向河 賀丹的河 馬天色是幹什麼 就給人家騎嘛 馬跟人之間這個關係非常密切 但是他最重要就是讓人家乘騎 對不對 不管他是要拉車也好 或是要作戰也好 戰馬也好 他都是給人家騎 所以河就是丹的意思 負的意思就是負擔承載人家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這個字對他的定義也完全都正確 那麼再來呢 這個馬的生肖很喜歡木 那我們就查一個和 完全一樣的念法和 它是一個木名 那木火爭榮風 馬的生肖裡面如果有關於有木的話 馬的生肖非常好 木火爭榮風 好 那這個和也是有這個和的稱呼 不是嗎 和是一種和骨道骨 這個和代表所有的五骨類都是和 那各位知道馬這個生肖 不是喜歡吃草而已 馬洗草更是豆 豆類 各位查資料 馬最喜歡吃豆 那這五骨類不是有豆嗎 得死啊 他就得到食物不是嗎 那這各位知道馬也很喜歡跟國家在一起 這個國不是只有西義這個國家而已 而是國裡面就有國軍了 國就有國軍了 那國軍只要有國軍跟馬 就造成怎麼樣 又是龍馬 精神格 所以這個和 我相信在各方面 如果用拆字的話 這裡是個釘火 這是一個五火 釘火不是嗎 那這個馬本來就喜歡跟馬 跟人在一起啊 他才有用途不是嗎 他才能夠遇到伯樂不是嗎 所以不管說自行自變來猜 他的整個行音力來看 這個和對這個馬都是相當好的 好 那我們再來談第二個字 想 想我先前就講過了 想就是線的意思 這個線就指向狗的意思 那狗是什麼生肖啊 就是旭嘛 那我們就很快產生三和的關係 岩五虛三和 岩五虛就三和 所以這個想跟這個線 他本身就等同這個線 好 那這個想我們在指示上面 可以馬上就可以對應到很多名詞 想國想殿 那這個就是多半都是跟軍王有關 想國想殿 一個帝王他能夠在位多少年 叫做想國 那想殿就指向宮殿的意思 所以這個跟國軍有關 那這個又造成了農馬格局 好 那另外呢 我過去講過 名詞只要跟典故 詩詞掛詞有關係都嚴重加分 這個名詞只要是過去一天到晚都在念的 或是很多詩詞裡面會用的 這個都對生效非常非常的棒 那各位我想我們一講到想 這個字 想馬 各位經常聽到這個想馬 想馬 想馬就是那個馬 前面有掛一個鈴聲 人家騎的時候還沒進村莊的時候 就聽到先聽到那個鈴聲 就是想馬 當然有些人會想到這個想馬 就是以前那個盜匪嘛 盜匪要去搶村莊的時候 他先讓人家聽到這個馬 馬跑不過來了這種聲音 先嚇嚇人 但是各位知道馬 他天生就是為人服務的 你人家幹什麼我不管 你要做壞事我也不管 你要去打仗當然我也跟你去 但是基本上他就名符其實 我當一個想馬 不是嗎 但是他的位子不是嗎 好這個想 我們又對應到這個想 兩想 這個兩想 軍想 發想 這部隊裡面 軍隊裡面在發想 這其實跟皇帝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想這個字來說的話 對於這個馬 他本身有三個作用 有得死 也本身何無典故 這個最棒 這個字是最棒的想馬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賤 這個賤呢 顧名十一各位一看這個字 雄賤 壯碩雄賤不是嗎 這個馬就喜歡高大 馬這個字裡面有高大 有壯的 這種名字都非常好 你才能夠當戰馬 不是嗎 所以這個雄賤 另外呢有個名詞 賤步如飛 這個馬就叫賤步如飛不是嗎 所以這個對定義這個馬的生效呢 這是相當棒的一百分 那另外呢這個 我相信典故裡面也會叫馬頭戴劍 這個如果在紫維斗樹裡面 大家知道這是一個紫維斗樹的格局 那另外馬頭戴劍他就基本上是個戰馬 我發現這個馬的生效裡面 有一些高官賢貴很喜歡跟一些武器放在一起 所以我剛剛就講了 馬他怎麼樣 他喜歡當千禮馬 他喜歡當戰馬 當戰馬 他才能夠發揮他最大的效益 所以馬這個劍也指向這個劍不是嗎 馬頭戴劍 這太棒了 他就是戰馬 好 那我現在也講過 如果名字裡面有跟掛詞能夠做連結 那個字才是真的超棒的 那《易經》掛裡面有寫 天行劍 君子已住自強不息 這句話大家都聽過嗎 天行劍 君子已自強不息 那天行劍 這個跟天有關係不是嗎 這個劍跟天就連在一起 那天就指向這個怎麼樣 皇帝 或是指向龍嘛 龍嘛對不對 龍非天嘛 只要是天就是跟龍有關係 那光這個掛詞就會造成你龍馬格 完全符合 好 那我們如果把劍把這個人拿掉 我剛剛講過了這個人對馬來說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把人的字旁拿掉就是這個劍嘛 劍立劍國 古詞裡面劍用皇戟 這個劍是基本上用在皇上在用 很多地方都是用劍 那劍本身也有一種木叫做劍木 各位查查詞點 劍本身就是一種木的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用木火尊龍風 財位這個地方如果沒有火來生的話不會那麼旺 所以你看木火尊龍風 劍也代表星 有一個星球的名稱叫做劍星 那只要劍有星的地方就是代表有龍 龍就喜歡跟星球在一起 所以我想看 各位看看 這何想見這三個名字多棒 各位知道好名字 不需要你這個看起來 怪異奇特清新 很多年輕人喜歡取念 怪異奇特清新的名字 像這個名字 一看就知道這個何想見 這個名字很好念不是嗎 再來非常的通俗不是嗎 而且這種名字經常都可以看到不是嗎 所以你看高官顯貴李嘉誠那個名字 是不是很好念 所以好名字不是要取那些很奇怪 怪異怪異特殊清新的名字 越常用越容易看懂的名字 才是好名字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我都會論一下他開的公司 一個公司會這麼賺錢 絕對跟他生效百分之百連結關係 我從來沒有看到例外 我如果看不懂這公司為什麼這麼好 那表示我的功力還不夠 我解不出來他的意思 那麼他的公司呢 基本上就是美地 這個美跟這個地 你要念德也沒關係啦 美 這個美什麼意思 這個美啊 各位去查一下這點 楊大唯美 楊大唯美 等於是這個美的最重要的定義就是楊大唯美 那他就有大有楊的意思 那我剛剛講過了 這個馬不是喜歡大馬 這個馬超喜歡這個美 楊的為什麼 四五位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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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三惠 三惠 這個七十多話 對不對 那這個美 當然還有很多的 這個對應的 這種聲音的稱呼 美 那也指向這個美 這個美 其實 這個美 這個美 各位查查之典 這個美它本是一種草木的意思 草木出生叫做美 那這個美 這是美樹嘛 這個也是木嘛 木又生無火嘛 不是嗎 另外還有一個字是非常重要 美 我們在查這個美的時候 它會指向這個美 聲音有這個美 那這個美 就跟馬有關係 這個美是什麼意思 這是馬鞭 這個叫馬鞭的意思 所以你看 這樣子對應下來 跟馬有沒有關係 過去呢 在作戰的時候 有怎麼樣 賢美疾走 賢美疾走 就是晚上的時候 行軍的時候 不要讓有聲音出來 都會弄一個類似筷子這樣 然後嘴巴咬著 這樣跑 這樣跑的時候 不會發出聲音 賢美疾走 這個也是典故關係 所以這個美 對這個聲效 這個 不要說別人 觀個三惠就不得了 三惠嘛 好 那我們來談這個地 這個地古時候的字呢 是指向這個字 它說是等於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這個明也 地也明也 它是明的意思 光明的明的意思 不會知道 只要有日月明 就是有龍 就是有龍 日月都一樣 好 這個龍 那這個 只要一有龍 那就龍 龍馬精神格 那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意思是馬明 這個馬明啊 在這個異經八卦裡面 有一句話叫 齊與馬爺為地上 齊與馬爺為地上 地上 它就是講那麼一句話 齊與馬爺為地上 這馬明 等於說這個字 基本上就是子馬 然後再來這個地大家知道 叫做種地嘛 射箭不是要種地嗎 射箭射中了 叫做種地不是嗎 那等於是它有帶劍不是嗎 它要是 跟劍有關係 跟武器有關係不是嗎 好 第四個很重要的馬 就是要跑嘛 就是要傳遞東西嘛 快遞嘛 就是過去的那個驛戰 就專門 專門那個 養那個好馬 專門在跑來 地送這個快遞 八百里 這個 這個快速要傳遞 八百里極箭 確討傳遞 所以這個也是定義馬 非常好的字啊 再來最重要 這個馬上就可以想到 地不是這個皇帝的地嗎 所以百分之百龍馬格 這個地太好了 它的聲音就是指向皇帝 龍馬精神格 最後我們也可以找到一個地 這個地就這樣寫法了 這個地 這個地基本上是野草的意思 馬要得死嘛 他有草可以吃嘛 所以稍微這樣分析下來以後 你看這個美帝這兩個字 這邊是山河 山會 木火爭龍風 這邊指向皇帝 定義他自己的生效 所以我實際上在講就是說 一個生相如果說透過他這個名字 他能夠對外面最好的發揮 最好的說明 最好的展示 這個就是好名 所以我相信他當時取的時候 也實在沒有刻意說 一定要去算這個名字 但是呢 浮游新智 向游新生 他就會去取這種名字 造就他目前幾個企業的規模 好 那我這個人事 我就想到現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